后来呢 被这个乾隆皇帝就过继出去了 过继给谁了呀 吕亲王 允淘 有人说那不差了倍了吗 这不是乾隆皇帝的叔叔吗 对呀 您是圣灵啊 他也不是按着儿子那么过继的 他过继给允淘啊 是装孙子去了 哎不是 是当孙子去了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书馆开书今儿说谁 咱们呀 就继续聊这个乾隆皇帝的皇子们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这乾隆皇帝十七位皇子 咱们还有五位皇子没聊到 哎 那其中一位啊 是嘉庆皇帝 咱们肯定要到最后聊一期这个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的故事 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乾隆为什么会传位于这十五子 爱心觉罗永远 那么其他这四位皇子又都是谁呢 这其他的四位皇子啊 是黄四子永成 黄六子永龙 黄八子永玄 还有这个黄十一子永兴 这四位二个里边啊 除了这个黄六子 爱心觉罗永荣 他是这个纯慧皇贵妃所生 其他的三位皇子爷 永成 永玄 永兴 那可都是苏家皇贵妃生的 那这苏家皇贵妃今世呢 他有朝鲜血统 哎 也就是说呀 这三位皇子他们也有朝鲜血统 不过有一点啊 我得跟您说明白了 这苏家皇贵妃她可不是贡女 也不是联姻 那她是什么情况呢 早年间呀 也就是在这个黄太极的时候 这黄太极争朝鲜 这苏家皇贵妃他们家呀 不知道是第几代老祖就投降了后金 后来呀 还被编入了八旗 哎 也就是说这苏家皇贵妃今世啊 也只不过就是有朝鲜血统而已 他们这一门呢 可是正经八板的八旗 哎 就是八旗当中的高丽营 这苏家皇贵妃呀 最后能够呢 随葬着乾隆皇帝于御灵帝宫当中 哎 和这老皇上丈夫啊 生则同勤 死则同血 这情况您一眼就能看明白了吧 人家能生啊 子嗣凡胜 为这个皇家血脉的延续呀 做了相当的贡献 只不过呢 生的儿子不少 最后呢 也没捞到一个呀 能够登上皇位继承大统 要说呀 这清代帝后留下的画像啊 也不是很多 到了这个阿哥格格呢 这留下的画像就更少了 可是啊 咱们之后啊 要聊的这四位皇子啊 竟然在一幅画当中的铜过框 哎 没错 还是咱们书馆啊 用烂了那那幅道具 就是这个重庆皇太后八旬圣寿图 这重庆皇太后八旬圣寿图啊 他反映的场景是乾隆36年的11月25日 那一天啊 就是这个乾隆的妈妈重庆皇太后 哎 换个通俗易懂的名字啊 就是甄嬛 他的八十岁整寿生日 这乾隆皇帝于是就命令这个宫廷画师 把这个盛大的庆典记录了下来 哎 画这幅画的作者呀 其实很多 您像什么姚文汉呢 周本呢 伊兰泰呀 但是呢 我们说起来呀 就要说这幅画的作者呢 就是姚文汉 为什么呢 因为这幅画的起稿定稿 都是这个宫廷画师姚文汉主创 几句闲言勾开啊 咱们就要讲皇子了 您看啊 有这幅画比较着呀 咱们再讲起这皇子阿格莱呀 可能就要生动要丰富的多 那这四位皇子他怎么会同了框呢 哎 结缘因呢 在乾隆36年的时候 这四位皇子已然是顶头大了 他们在这次盛典上的职责是什么呢 首先是说呀 要给这个皇太后拜授 这里边啊 还有一个小的住姓节目 也就是这乾隆皇帝率领了众皇子 以及啊 这个皇孙 皇曾孙 还有这个众俄妇们 给这个老太后啊 彩衣进舞 哎 是什么舞蹈啊 这书上没有记录 不过我想啊 可能是莽式舞 为什么我这么理解呢 因为想当年啊 这个康熙皇帝在给这个母亲献寿的时候 跳的那就是莽式舞 等到彩衣进舞结束以后啊 这四位顶头大的皇子啊 他还有工作 什么工作呀 换上这个吉服 也就是啊 金黄色的滚龙朝服 站在这个月台边上 离这个皇太后 以及皇上预案之前最近的地方 一边两个是八字分开 给这次盛典啊 增加威仪 在里边这个老太后和皇上两边坐的 这些嫔妃们 他们的坐次排序 是按照尊卑来排的 从尊到卑啊 按照上手一位 下手一位 上手二位 下手二位 这么排序 从皇贵妃至贫 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的排 那么这个皇子啊 可是不分尊卑的 那当然了 这皇太子他肯定是除外 可是这会儿他没有皇太子 哎 即便有啊 这皇上也不告诉你 为什么呢 秘密立处是什么 更何况这会儿啊 连秘密立处的人选也没有 那么这上手第一位皇子啊 那自然就是年龄最长的 这个皇四子永成 下手第一位上呢 那就是这个次长的 皇六子永龙 上手的锤位上啊 那自然就是皇八子永玄 下手的锤位上啊 那就是皇十一子永兴了 哎 您别着急 咱们一个一个来 咱们先要说的 就是这顶头大的 皇四子永成了 哎 别乐啊 您还真别乐 有这种脑型的呀 在我心里 那可都是了不起的人 其中有一位啊 就是这个白云的老公 哎 叫黑土 出名那年啊 哎 他七十五 还有一个啊 就是扛着猎枪 在这丛林里啊 与各种动物为敌的 哎 他强哥 还有一个啊 我认识 你们可能不认识 哎 就是我弟妹 哎 不过我弟妹他有钱 哎 这脸型啊 早整没了 据说啊 是一个韩国大夫做的 嗯 现在啊 嘎嘎漂亮 再来啊 就是这位皇子爷了 爱心绝罗的永成 这永成啊 是这个金家氏 也就是书家皇贵妃的 第一个孩子 并且呢 他也是这乾隆皇帝啊 登基大宝以后 第一位皇子 可是啊 他也不会啊 因为这些哎 比其他皇子呢 这个显得身份地位就高 但是呢 他总归啊 是喜上加喜的一件事 这永成啊 十六岁那年 那年啊 正是乾隆十九年 这乾隆皇帝 就为这个永成指婚了 一嫡一侧 是两位福晋 这嫡福晋呢 是伊尔根觉罗氏 哎 是这个 和硕俄妇 福增阿的闺女 虽然啊 是这俄妇的闺女 可是啊 她不是公主生的啊 这里边呢 她不存在近亲结婚 哎 这个侧附近呢 是这个内务府大臣 公义的闺女 完颜氏 哎 有的这个 爷时笔记当中啊 写作王氏 哎 这可以理解 不是什么大错 因为啊 在当时一些 这个汉人写的爷时笔记啊 其实啊 他们也搞不清 这满洲人的姓氏 于是啊 很多这个满姓 就被他们简化了 比如说这个完颜氏吧 有的呀 就被写作王氏 有的呢 就被写作王氏 咱们为什么在这儿 要多费两句话呢 哎 您等着听 一会儿啊 他有故事 在这个宫廷荡上啊 都能查到 其实这永成在少年的时候啊 哎 这个表现一般 还能查到啊 他有陶学的记录 并且因为此事啊 还连累了上书房的几位师傅 受了罚奉 后来呢 被这个乾隆皇帝就过继出去了 过继给谁了呀 吕亲王 允淘 有人说那不差了倍了吗 这不是乾隆皇帝的叔叔吗 对呀 您圣命啊 他也不是按照儿子 那么过继的 他过继给允淘啊 是装孙子去了 哎 不是 是当孙子去了 并且过继的大年啊 就习了这个允淘的爵位 当然了 是将级习爵啊 这允淘的是亲王 但是他不是铁帽子王 所以啊 他习这个爵位 只能降一级 他习的是郡王爵 哎 这四二个呀 就成了吕郡王了 有人说了 这郡王是不是太不招爸爸带进了呀 所以是乾隆皇帝 才把这个儿子过继给别人 这个问题啊 咱们明天讲到这个永荣的时候 咱们再聊 因为要讲到他那班上啊 说到这个话题 可能说服力更强一点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先把他放放 不过呀 我可以先给您透露一点 您看啊 这重庆皇太后八十大寿上啊 这永长啊 虽然呢 他早就过去出去了 可是不耽误他啊 领着重皇子 他是皇子排序的头大 来给这个老太后 也就是他奶奶 才一进吾 所以说呢 有一件事 您得认清了 至亲的儿子嘛 打断的骨头连着筋 也不能说啊 因为就过去出去了 自此以后 这皇帝啊 就拿他当侄子 那么招呼了 要说起来 这永长的故事啊 他也就到这了 这幅画所表现的是 乾隆三十六年 到了这个乾隆四十二年的头上啊 那年是功力一七七七年 那年的永成啊 也大不过才三十九岁 可是啊 这老田爷要收人呢 谁也拦不住 三十九岁的永成 哎 空事了 死了以后 这爸爸村对得起他 以这个亲王礼葬了他 并且啊 给了一个嗜号 嗜号叫端 到了这个嘉庆年的时候啊 嘉庆四年 一七九九年的时候 嘉庆皇帝啊 就给这个三哥追封了一个亲王弦 所以说呢 这后人啊 在称呼起这个永成来啊 就应该称呼为 和硕 吕端亲王 人死查粮 盖棺定棍 不过呀 在这个皇室 招连写的笑亭杂录当中 有过这么一堆记录 哎 他说呀 听说这个吕王府的一个信仰的太监说的 说什么呀 说这个吕王爷 这个次子 生肚并没死 这个次子是谁生的呀 这次子啊 是敌附近 亦是跟觉罗氏所生 说这个二儿子呀 生下来没死 这侧附近完颜氏呢 当然啊 他书里边写的是王氏 所以王氏啊 就用那个一个野孩子的尸体 替换出来了 刚生下来的小王爷 说这个小王爷来 生下来就出痘 死了 其实啊 把这个小王爷就扔到了荒山的深坡上 那这事要是真的 那就真成了宫廷丑闻了 说实在的 当时啊 谁也没把这笑亭杂录当回事 可是呢 据我查这个宫廷档啊 还真就查到了这件事情的影子 那他到底是怎么一件事呢 清史记事本末呀 卷三十五 当中有这么一项记载 就证明了这孝庭杂录啊 他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 他说这个乾隆三十五年的春二月 这乾隆皇帝呢 借到天津回北京 就在天津的时候 有一个老和尚 带着一个小和尚 把这个皇的道队拦住了 说这个孩子呀 就是黄四子吕郡王永成之子 是这个王妃所生 哎 次妃 也就是说这个侧附近呢 王氏 嫉妒他 所以说这孩子还在强暴当中的时候 就偷偷的被换出来 扔到了山上 这老和尚 就是从山上捡的这个孩子 这皇上一听啊 就说那 那这事咱们得查查呀 就把这个一老一少 这两个僧人啊 带回了北京 哎 他什么事啊 都怕板子 这木头棒子打到屁股上啊 没几下老和尚就招了 老和尚说呀 这孩子就是我捡的 哎 根本就不能证明啊 他就是这个四皇子 永成的孩子 哎 这故事呢 都是我编的 哎 这老和尚最后落的一个呀 斩鱼西市 这小和尚的下落啊 就不知道了 当然了 这事 他关键也得调查呀 就调查到这个永成府上的时候啊 这正附近 一是跟觉罗氏就说了 说这个 我那个小儿子死的时候啊 还抱到我跟前 我还看了 谁要是把我儿子给我换了 我能不知道吗 再者了 我跟那个侧附近呢 我们姐俩关系可好了 这些个话呀 那都是子虚无有 哎 没有这么八宗事 本来我想啊 今天怎么着 咱们也能啊 聊两位皇子 可是呢 跟亲各位 这一聊嗨喽啊 这话头就收不住 当然了 也是因为啊 跟这个亲人一块聊天 这话自然就多 没关系啊 明儿咱不是还开书呢吗 有什么话呀 咱明儿再说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别忘了给我关注点赞 咱们再来个准发 有什么话呀 您留言区告诉我 表扬呢 我也承受得了 批评呢 我也能虚心接受 得嘞 老几位您走 接着咱们明儿见